在追寻真理的路上 第一章 家 中国公民享有居住自由 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中国1954年宪法 第90条 在上海西区距离现在的美国领事馆仅一见之遥 处理着一座西式的多层公寓楼 混杂在世纪之交的建筑日陶中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群中 这座建筑并不显眼 然而它曾经是该地区方圆几公里内最高的 那是1968年初的一个寒冷的冬日 北风呼啸着 第二下了班 登着自行车来到黄浦江东岸的一个码头 那时还没有桥梁 附近的一个隧道还没有向公众开放 两个绿色的塑料筹码 大约相当于一碗阳春面的价格 使他带着这辆旧车登上渡轮的通行费 第二遮下手套 点燃一支烟 陷入了沉思 母亲打来电话 信息很简短 他们来过了 这一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年头 表面上1966年秋天 红卫兵制造的混乱和乌政府状态的高潮已经过去 但针对普通民众的更深层次系统性的持续性的阶级清洗的政治运动才刚刚开始 这次又发生了什么呢 当轮渡的左旋创造挂在码头边上的一个巨大的旧卡车轮胎上时 香烟染尽了 渡轮门打开 旅客蜂涌而出 骑车的人带头 铃声响起自行车涌向主街道 这是平常三十分钟的回家之路 他每天下班都会走过 但这一回对第二来说 这条路显得异常的漫长 第二把自行车提上几个台阶 来到大楼的玻璃正门前的平台上 车推进了大厅 两侧都是巨大的镜子 他忍不住看了看左边的镜子 想知道正在等待着镜子里面的那个人会是什么呢 他向电梯的操作员打了招呼 然后将自行车按电梯的斜对角放置 这样才能揉得下整个车身 叮咚一声 电梯门打开了 他已经到了自己的家的门外 第二 打开门锁 但没有人在家 他看到走廊的右侧朝北的两间房间的门都关着 垂直的分体玻璃门上贴着两根交叉的大纸条 条子上是毛笔写的字 有日期和父亲所在的医院的革命委员会的署名 这就是母亲说的 他们来过了的意思 他们是父亲医院里的造反派 他们是来采取进一步的革命行动 所谓革命行动是侵犯私人住所的唯婉语 第二的父亲 这样一个被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标签 曾受雇于救国民政府医院的人 根本不可能被允许继续居住在这个100平方米的四大间的公寓里 紧闭的门上的封条似乎是贴得很随意 其中一些纸条已经松动了 第二仔细检查了一下 发现是降糊涂得不够 但是封条无论严密还是松动 都意味着这家人无法再使用这后面的空间 第二对刚刚发生的事情并不感到惊讶 这是两年前的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 无法无天的行为的延续 当时数以百万计的家庭被搜查 个人的财产被没收或毁坏 所有这些都是打着破四旧的旗号 四旧是文革时期的政治术语 意思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患 这也是医院革命派第一次来抄家 他们由门卫办事员和一些资历较低的医生组成 由党员干部带领 和野蛮的年轻的红卫兵相比 那些来自医院的革命者还是保留了一点文明 至少没有对他们的政治目标进行身体的伤害 尽管如此 他们还是拿走了中国古典文学书籍和西方古典音乐唱片 此外他们还抱怨在公寓里找不到黄金 第二的父亲解释说 几十年来他基本上都是一个靠工资为止的人 他指着自己的嘴说道 仅有的几枚旧的戒指里的金子就用来做我的假牙了 他的革命同事没有进一步的追问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真的 接下来 第二的父亲经历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 由于被解除所有的行政之责 他倒反而能够专注于日常的门者 家人祈祷这场骚乱就此能够结束 但是他的暂停并不意味着终结 两年后的今天 这种噩梦又在充演 在革命的名义下的歇斯底里并没有消退 相反他又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第二的父母能再次渡过难关吗 把居住空间减半就够惩罚了吗 医院当局会让他们留在这两个未封的房间里吗 如果是的话会持续多久呢 父母并不抱有任何幻想 在这个新的关头 他们还能够毫发无伤 但他们仍然抱着一丝希望 希望事情不会进一步的恶化 然而一个月以后命令传来 全家人必须撤离这个公寓 他们就这样被扫地出门了 附近一栋破旧大楼三楼的一个小单位 被分配给了他们 这是一间不足20平米的房间 兼坐卧室客厅和书房 与他相连的是一间简陋的浴室 浴缸旁边安装了煤气罩 所以他也可以用作厨房 第二的父母恳求为成年的儿子多一点空间 还算幸运 或者使用二楼的一个六平方米的小间 第二在小间的尽头的墙边 放了一张小的折床 右边是大衣柜 顶上放着沙发 一个抽屉柜 顶着左边的小窗户 部分遮挡了进来的光线 在抽屉柜和大衣橱之间 塞进了一张房桌 这样床盒门之间只留下一条狭隘的通道 他必须像一只螃蟹一样侧身进出 迪尔躺在吱吱作响的床上 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心里稍稍放松了一下 那紧缩空间的压力已经持续了近两年 家里人都知道这种现象终究是无法持续下去 有时不确定性比面临结果更糟糕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这就是他至少能够安定下来的生活条件吗 人适应现实的能力如此之强 真是令人惊奇 想想过去 有多少事是值得回顾和反思啊 第二的回顾和反思是什么呢 请继续收听下期节目